中美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前 美国取消给中国的汇率操纵国标签 称中国做了可执行的不让人民币贬值的承诺 并同意发布汇率信息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美国财长摩努钦发表的声明中称 中国做出了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可执行承诺 同时还促进了透明度和问责制 此前美国媒体早有报道 川普政府打算将中国踢出货币操纵国名单 外界普遍认为这样的举措 可为美中两国后续贸易谈判营造良好的气氛 根据苹果日报 受此利多消息影响 上海人民币及其汇率金盘中一度升破6.87 来到6.8661元人民币兑1美元 截至下午4点半官方收报6.8854 较上亿交易日官方收盘价涨88点 香港离岸人民币汇率盘中一度升值0.23% 至6.8663元对1美元 离岸与在岸人民币金序强 同步创于6个月新高 报导分析指对贸易停战的预期以及经济数据 显示中国经济产出回稳 均提振人民币走强 一些分析师预期人民币在三个月内就会触及6.8对1美元水准 将会是去年5月以来首件 有分析师指出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的政策收紧 但其余国家的政策变宽松 不过如果最终以开发国家表现得更好 就会连中国也受益 就算货币升值会有些许拖累 总体需求若上升也会帮助到中国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引渡案即将在20日开始听证会 科技新报报导 根据加拿大法院最新公布的文件显示 联邦检察官主张据加拿大法律 孟晚舟被指控为了获得金融服务 而对银行做了几项不实陈述的行为 本质上构成了银行欺诈 法庭不需要考虑美国的制裁法律 报导引述南华早报指出 孟晚舟在2013年的一场会议上告诉汇丰银行 华为已经切断与伊朗境内经营的企业SKYCOM的往来关系 向汇丰保证跟华为往来不会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但事实却非如此 对此代表加拿大司法部长的律师表示 孟晚舟的错误陈述让汇丰无法准确评估 进而面临到被罚款和被惩罚的风险 加拿大司法部认为 孟晚舟被指控的罪行在加拿大也是犯罪 应该以诈欺罪名引渡到美国 今天有消息传出13家加拿大和国际媒体 联合要求开放拍摄部分聆讯过程 但加拿大被失审最高法院驳回了这项要求 根据苹果日报 这13家媒体希望能在法庭上拍摄法官 就有关双重犯罪的裁决部分 认为并不构成对孟晚舟一方的审讯不公 不过加拿大总检察长 已接纳孟晚舟及代表律师提出的反对 指出容许在法庭拍摄可能会扭曲公众对法律程序的认知 以及破坏法庭的肃目 此外加拿大司法部长拉媒体也表示 若转播聆讯 恐有公众对程序的认知扭曲和诉讼程序安宁秩序受打扰的风险 将影响孟晚舟在美国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被列为中国贪官传奇的前华融资产公司董事长赖小明 贪腐细节一再曝光 除了被查出拥有多达一百多位情妇之外 贪污金额达到现金2.7亿人民币 是中国高官受贿之罪 综合中央社与自由时报 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13日发布的国家监察第二集当中 暴露了更多赖小明贪腐的细节 报道指出专案组在北京市内发现一处房屋 是赖小明专门用来藏匿赃款的地方 里面有多个保险柜 推放的现金高达2亿多人民币 为了防止收费曝光逃避追查 赖小明每次收费都要求对方交现金 收钱之后在自己开车来到这处房子 亲手放到保险柜里 而要到这里的路上 他还会多在路上绕个几圈以防跟踪 这处房屋只有他和几位最亲密的情妇之情 每次提到这处房子 赖小明总会用暗语超市来称呼 至于为什么要叫超市呢 赖小明在节目中表示 拿了钱就往那儿放 就像经常去超市一样 所以取名为超市 而自己摆了那么多现金保险柜 却不敢花 就是怕曝光 最后东西都被组织都收了 赖小明表示 所以我说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 最后不敢花又不敢用 还提心吊胆的 根据节目披露 超市里藏的巨额现金 只是赖小明违法所得的一部分 赖小明不只有现金超市 还有一个大型地下车库 摆满了顶级豪车 包含兵力 兵士 爱尔发等 每部都是数百万元 甚至千万元的顶级豪车 他还收受大量房产 名表 黄金 字画 这些违法所得 总值到底有多少 最终数额还需经过司法机关 最终认定 无疑将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至于赖小明到底是怎么摊的 那么多房子及车子呢 他表示 只要跟对方说 那个地段房子不错 就会有人送来 只要说车子不错 或我喜欢开这种车 车子就留住了 报导分析赖小明贪污 恐将破中国记录 外媒引述知情人士称 赖小明涉嫌受贿 16.5亿元 调查还发现 他拥有34套房产 由于牵扯出太多关系人与案件 本案至少要查三年 曾在中共中党校康务 学习时报工作过的旅美中国正评家邓玉文 13日在推特发文表示 要展开送外卖的新生活来维持生计 引发网友热议 根据中央社邓玉文表示 2013年离开原单位后 一直靠写稿为生 早几年自由度较大 收入勉强能维持生计 但后来中国国内言论紧缩 一些专栏写作工作被取消 2018年下半年赴美国后 尽管有新的表现空间 但生活成本太大 要维持生计就得另谋出路 所以考虑送外卖 报导指邓玉文在推特上的自我介绍 有好几个头衔 表明自己是政治评论员和独立学者 也为纽约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 南华早报等提供稿件 邓玉文为了生计 决定送外卖的推文 引来网友热议 有人讽刺 但也有人对海外谋生不易 深表感慨 虽然有网友表示 工作无分贵贱 只要自食其力都值得尊敬 但也有网友表示 当外送员只能是权宜之计 应该改做代购或房屋仲介等 为了帮韩国男团EXO成员 督景秀庆生 有部分中国粉丝 为正在服役的督景秀 准备生日礼物 连带准备50份冬季用品 送给督景秀一起服役的同袍 港媒报导 这些用品写由50份冬季物资 向猛虎战友致敬 祖国召唤猛虎出发等标语 但这种送物资给韩军的举动 意外在中国网络上引发争议 甚至遭部分网民骂卖国贼和汉奸 报导指 许多网民认为 这样的应援活动并不恰当 批这些追星粉丝是卖国贼 也有网民扯上萨德问题 质疑这些粉丝 没给保家卫国的中国军人送礼 却给韩军送礼 是要支持萨德吗 根据新浪网 督景秀的粉丝微博称 在应援之前 已经和韩国军队取得了联系 并且从各个管道了解了 向军队递送物品的规章制度 而对于督景秀粉丝站的行为 其实不少ESO的粉丝也感到不妥 他们在微博督景秀超话里 澄清称 做应援的粉丝站的做法 不代表ESO粉丝 并称督景秀中国粉丝 永远以中国为第一位 台湾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 等八名将士殉职 供电仪式 今天在台北松址部举行 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主持 根据中央社除了台湾友邦 尼加拉瓜瓜地马拉等国的 驻台大使出席制议之外 美国 法国 德国 韩国 日本 尼加拉瓜 瓜地马拉 巴拉圭 红都拉斯 新加坡 澳洲 等11个国的驻台官员 约90人到场制议 报导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丽英杰 也率团到场致敬 美国国防部代表准将艾斯勒 也有到场 根据了解艾斯勒是美国空军部 主管国际事务副助理部长室 所属的区域事务办公室主任 报导指台湾军方今天派出 三架UH-60M黑鹰直升机 四架幻象2000战机 进行追撕致敬 队形编队冲场 并由陆军礼炮连执行 鸣炮19响 向烈士们至上最崇高的敬意 与追撕 起邻车队随后前往第二殡仪关火化 预计下午将安放在戏址 五指山国军公墓 台湾空军指出追撕致敬队形 是以幻象2000战机 踩四机队形通过麒麟队伍上空 并由象征烈士的三号机 向上拉伸脱离编队 代表任务完成 烈士精神将涌流于蓝天上 愿烈士军魂永远安息 之前捷克首都布拉格 因不愿遵守一中原则 也不愿迁反对西藏 台湾独立的协议 决定解除与北京的姐妹式关系 布拉格市长赫瑞普 今天与台湾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当地市政厅签署姐妹式协议 综合自由时报与联合早报报导 消息传出之后 中国上海立刻宣布解除 与布拉格姐妹式关系 报导指台北市长柯文哲 13日率领市府团队 傅杰克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及芬兰等四国参访 首站就来到布拉格 与布拉格市长赫瑞普在市政厅签署姐妹式协议 赫瑞普表示布拉格与台北虽然距离遥远 但两大城市都希望在智慧城市取得领先地位 未来还可加强文化和经济的合作 消息传出后 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今天便发布了 关于上海市解除与捷克布拉格市有成关系的声明 声明指布拉格市政当局 在台湾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 屡次采取错误行动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上海市政府对此表示 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 上海市政府考虑到两市开展交往的政治前提和基础 已不复存在 因此声明 上海市立刻解除与布拉格市有成关系 并暂停一切官方往来 声明并写道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是终结关系的基础 我们敦促布拉格市政当局早日认识错误 以实际行动消除负面影响 回到一个中国原则上来 台湾国民党2020总统立委选战大败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在11日开完票后表示 将率副主席一级主管 15日向中常会请辞 根据中央社 国民党内部已有青壮派中常委发难 江启臣 蒋万安 黄昭顺等 皆在脸书宣布请辞中常委 若中常会通过吴敦毅请辞一案 预计也会通过党主席补选时程 据悉国民党将在17日发布补选公告 于3月7日投票改选 不过不少挺吴的常委 对青壮派的做法感到不满 有不愿具名的常委表示 现在喊请辞是最简单的做法 感觉请辞就是改革 不辞就是保守迂府 现在国民党最重要的就是党主席改选问题 喊辞的人平常很少来开中常会 现在党遇到事情 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根据ET2DAY新闻云 最新民调显示 民众认为国民党大败的头号战犯 就是吴敦毅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排名第二 民调也显示 目前最适合接任国民党主席的首位 是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其次为连任成功的立委蒋万安 然而关于中常委请辞和国民党改革一事 根据自由时报 台湾私深媒体人黄光琴痛批 难道辞中常委就叫改革吗 他同时在脸书针对国民党提出尖锐的十四问 包含敢把打着改革旗帜的买办集团揪出来 敢把打着郭台铭名号在中国搞土地的中常委揪出来 他们敢抛掉九二共识吗等等问题 黄光琴也在文章最后问出命中核心的议题 那就是他们真的知道怎么失败的吗 似乎是在讽刺国民党到现在还弄不清楚选举大败的原因 台湾总统蔡英文拿下史上最高的817万票 成功连任总统 这似乎是北京不乐见的结果 根据中央社选前中国媒体对台湾选举的新闻漠不关心 少数的报道篇幅多集中在台湾内部社会对政府或蔡英文的批评 并抨击少数台独分子已不得民心 没想到这竟然与大选呈现出来的结果背道而驰 对此有中国网民感到不解 问到这几年时不时看到大陆媒体发文章或者评论 说蔡英文民调极低难道这是假新闻吗 也有人批评中国当局对台政策失败 竟然还想粉饰太平 报道指出两岸关系紧张近几天谈到台湾选举 中国网民说最多的词就是武统 武统声浪之大令立场一向激进 对台动者武力威胁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也试图撰文灭火 称和平统一的旗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随着科技发达 社群媒体逐渐成为年轻一辈发表看法的天地 有八成的微博网友在30岁以下 也因此微博成为观察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想法的指标 报导又说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没有经过战乱 没有在课本里读过阿里山与日月谈 没有听着台湾的流行歌长大 对他们来说台湾只是一个象征符号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不带感情的随口喊出 流岛不留人武力统一 谈到两岸议题 他们多数不了解也不关心 从台湾大选可以看到中国年轻人明显对官方千篇一律的粉饰太平感到不满 两岸关系将走入一个新阶段 对中国政府来说 无论对内或对台 过去的剧本已不合时宜 过去的两岸互动模式也不会再复制 那么该如何让两岸继续往前走 考验着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在2020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中民进党齐开得胜 继续完全执政 民进党2018年底地方选举大挫败后 在一年内复活胜选 他们用了什么战略 自已亚洲电台报导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表示 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去年1月份习近平告台湾同胞书的讲话开始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2018年底民进党的支持度跌到谷底的18% 丧失人民的支持 但是很快在去年1月份的时候 整个执政团队有很大的调整 第一个调整 总统在两岸国际事务上的讲话与回应 越来越快速 第二点是习近平的谈话本身 对于台湾很多人而言 是对台湾主权与国家安全上直接的威胁 配合后来香港情势的演变 台湾人看到一国两制 并不是台湾要走的方向 而且捍卫台湾国家主权跟安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去年有一些学界的民调发现 在意台湾国家安全跟主权立场的人 首次超过在意经济发展的人 第三个因素是对比韩国瑜 韩国瑜从当选高雄市市长以来 他一连串的谈话都没有办法符合 台湾绝大多数人的期待 他在两岸政策或者国家安全议题立场上 尤其非常模糊 对于此次选举结果 林非凡表示 这次选举看来 大家在捍卫台湾国家主权安全的议题立场上面 有一个非常坚定而清晰的态度 那就是台湾不跟中国低头 在蔡总统的两岸基调下 就是台湾不主动挑衅中国 不去做区域安全稳定的破坏者 他强调过去马政府执政八年的政治路线 其实为台湾带来非常严重的成本 这样的政治路线会让我们民主 宪政体制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 也让台湾在经济上面造成两岸不均等 不对等的一种经济依赖的状态 这必须改变 过去三年台湾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 未来的四年其实也是应该延续这样的方向 在温哥华的孟晚舟 她现在有什么最新的发展呢 根据今天的最近消息 孟晚舟她的引渡听证会 是安排在1月20号要开始举行了 加拿大的检方指出 孟晚舟案是关乎诈欺而非制裁 由于诈欺在加拿大和美国都被视为非法 因此这就增加了她引渡的可能性 路透社在今天就指出上周五公布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加拿大联邦检察官主张 根据加拿大法律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行为相当于诈欺 法庭不需要考虑美国有关制裁的法律 孟晚舟的法律团队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坚称她所受到的指控就是违反伊朗制裁法呢 在加拿大是不属于非法的因此不应该将她引渡至美国 而孟晚舟的律师就说 加拿大的官员授权启动引渡程序的时候 加拿大当时并没有对伊朗实施制裁 根据了解加拿大引渡法的关键的重点就是在于 她是基于双重犯罪原则 所以就表示呢 孟晚舟她的行为必须是在加拿大 还有寻求引渡的国家 也就是在这个case里面呢 是美国都属于非法的行为 加拿大才会引渡这个案件才会成立 而诈欺呢 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属于犯罪 所以如果律师是以这个辩论的这个角度的话呢 那就会成立可以引渡的这个 接下来的程序了 加拿大政府提交的文件内容是说 该名申请人的行为 基本上是银行的诈欺 这名申请人被控为了获得金融服务 而对某家银行 也就是HSBC哦 做了几项不实的陈述 路透社就说 没有办法立即联络到华为的发言人来制评 所以这是对于孟晚舟案的这个今天的最近消息 所以在差不多再过一个礼拜的时间呢 就有可能就针对他的这个引渡的听讯呢 就要展开了 所以这对于他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会被成功的引渡到 美国来进行下一阶段的审理呢 这是从1月20号之后 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